为了提升长青福利 彰化县政府自3月1日起 首次开办敬老眼镜补助 补助本县65岁以上长辈老花眼镜 增进其身心健康及提升生活品质 并减轻经济负担 经过去年我们整个市场 是发现有50几%的长者 真的是没有戴眼镜 可是他看不到 他没有办法出去活动 那他如果看得到我们的年轻的家人 可以很放心去工作 那他的生活也会更快乐 不会说看不到就待在家里 然后就整天没有活力 他看得到就有活力 那我们王县长这次 秉除了很多的困难 请我们工会来协助这个活动 我们也是很尽力去做 把这个工作都做好 那也请长者到 我们有合作的艳光所 都是有牌照的艳光师 艳光森来帮他们做视力服务 那会把他们的眼镜配得很好 请大家放心 眼镜看得有 人生是彩色的 眼镜看得不到 人生是黑白的 我们就看到在丁尼多 我们请了我们的艳光森 艳光师工会 他们来去社区 关怀据点 先给我们的长辈做过筛检 过后他发现到百分之五十几个中备 他们需要戴眼镜 但是都没有这样的一个警觉性 那有时候造成眼镜 到了这个所谓的摆内障 或者有出了什么状况 才去看医生 那我们希望就是说 长辈能够透过这一些老花眼镜 让他的生活能够更加的璀璨 那要谢谢我们艳光师工会 艳光森工会 他们真的非常的用心 那透过他们来跟上游 来做相关的一个整合 让我们的长辈能够物超所知 那让他们能够很潮 能够看得到 这个很清楚的看得到 那在这边再次的谢谢 只要是涉及彰化线年满65岁以上 有老花的长辈 都可以持身份证及私章 向户籍地乡镇事工所提出申请 审核资格后 再持申请表至特约的眼镜行进行艳光 即可免费配送一副物超所值 又精美的老花眼镜 让眼睛更光明 公益频道林义俊彰化采访报导